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首名为好花红的不一族名歌 歌声中唱的是中国西南地区一种特有的水果 四梨 伴随着这首悠扬婉转的不一族名歌 我们来到了贵州省前南州龙里县 这片深藏于前中腹地苗岭山脉的瑰宝 是贵州次梨产业最早生根发芽的地方 这里呢 是龙里县的十里刺梨沟 放眼望去啊 漫山遍野都是这金灿灿的刺梨 闻着啊 空气当中都飘荡着刺梨的清新的果香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枚小小刺梨的旅行 来看一看啊 这个小果子 究竟是如何让当地的父老乡亲们增收支付的 赤梨不是新晋出现的水果 早在1690年 前书中就有载数 食如鞍食溜而较小 胃肝而微酸 食之可以解闷 可消至 中国近代学者莫有之 也曾赞起 行魔难饰演 风味静淑梅 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果 引得闻人莫克如此青睐 你们好 姑娘 你好 你好 我这远远地看着漫山边也都是这金灿宝挂在树上 这些是刺梨 刺梨 那长得浑身是刺 看着挺吓人 可以吃的 可以吃啊 对 刺梨 直接吃吗 带着刺啊 可以吃 可以吃 不扎嘴啊 你小心一点 慢一点 吃水管就好了 口感很好 有点酸 有点碎 妈妈回味 给你吃肉 姑娘来了就慢慢回味 这不用回味啊 真的很酸 微色 但是别说话 它有这种就是 一种就是野果的清新的这种味道 你们当地的姑娘都喜欢这么嚼着吃啊 可以 我们在厨里面随时都会吃 但是 吃头会倒牙吧 不会 刺梨果又酸又涩 但每到刺梨成熟季 小小的刺梨沟挤满了来采购的人 甚至有人专门驱车几十公里 只为了这一口新鲜的刺梨 你这叫杂质啊 杂质的杂味 我叫这个杂质 二十块姐姐的杂质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吃的是野生的那种 口感一点都不太好 但是不吃了 从来不吃 我们就把口腔溃扬的 不脏了 这个雷鲜好像很高 对 对 现在的口感怎么样 肯定就不一样了嘛 水要多一点嘛 水分也这么多 那现在带着小朋友出来 对 今天就带着来玩 有没有给他吃新鲜的刺梨 他不吃了 不吃 最带小孩子 小朋友还请问他一碗 自己也好吃 刺梨成熟季 也是十里刺梨沟的果农们 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要在这一个月 赚到足以支撑一年生活的费用 那有这么多刺梨啊 您俩是给它削平 给它把花掉的 把它煮起了 切成这个样子做什么呀 做国库 我都炸起原汁 我们整个这条街上有四五家电库 家家图屋门口都坐着 在这儿小慈离的姑娘嘛 对 为什么没有男生干呢 男生他这个是我的 这个问得很慢 让他去干 给考验过去了 那在笼里考验 这个姑娘 女人能不能干 能不能持家 是不是就看这个 小慈离的手术 还有宋刺林果骨 他还要技术的 要技术 对 能不能架到龙里 你就看我的手艺了 是不是 我来试着啊 你把这个 中切的一刀的时候 你把它注意往黑为点 它这个纸就全部落下来 哦 削大一点 对 这个骨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里 哦是吧 往屁股这个地方 它一下去 它纸就全部落掉了 你看这个不是紫纯末龙 哦 这样一撬 你看就干凉净了 这个挺简单的 跟老前辈学习 还是学习 少走弯路 这个做得手算活 手上活就是靠经验的 在十里刺梨沟 属手一天能销 两百斤左右的刺梨 在刺梨丰收的一个多月里 一家刺梨小店 每个月能赚十几万元 它水平挺高的 看水跳一跳 在这里 肖刺梨 制作国斧等 大多由心灵手巧的女人负责 而摘刺梨 炸梨枝等需要力气的活迹 则大部分被男人承包 这就是您家的刺梨丸 是的 有多少亩啊 我有七八十亩 七八十 那有没有数过 多少颗刺梨树呢 没有数过 大概一亩 在一百株左右吧 一亩一百株左右 对对 那咱进去看看 但是这个刺很凶哦 你要戴个手套 在手套好嘞 对对对 顾尚俊种植刺梨十多年 在众多的刺梨种植户中 他总能卖出更多的刺梨 赚到更多的钱 今天 顾尚俊又接到了三百斤刺梨枝的订单 记者决定和顾尚俊一起完成今天的任务 咱摘的话是不是直接得挑选呀 什么样的是成熟度好 就要看那个黄色度 比如说这个就是成熟的 就是金黄色 对对对 偏点红 再发点橙红色 对对对 这就是成熟的标志 对对对 我们这两天采来卖的都是交成熟的 交成熟的 它也是分批次的是吧 就是接受阳光 如果说讨进工厂的话 它不是等它全部成熟了 我们才全部讨 现在我们讨来卖的是满足那个贵阳下来的游客 就要讨成熟的 果子还没摘完 老顾的生意又来了 每天手机响不停 会是它接下来一个月的常态 快带回去 还没到家 远远就看到老顾的店门口 已经挤满了十几位 等待购买次离枝的客人 他们大多数来自贵阳 老顾的次离店距离贵阳只有二十几公里 极大方便了前来采买的游客 清洗干净之后要淘洗一下 对要清洗干净 把这个椰子找出来 里面找到里面是苦的 您这三百多斤的果汁得需要多少斤的新鲜次离 八克要五六百斤吧 就是基本上是二比一 二比一到三比一 二比一到三比一 对对对 洗完了之后 我看您放在这儿就这样干净的意思是吧 就是把水分 就是把水给控干一下 控干一下吧 你不控干 他们买水的话 贵员又不是没水卖 我肯定买水 做生意多实在 老顾讲话很朴实 做事也有自己的一杆秤 也许就是这样 十多年来 顾尚俊的自离生意越做越好 自离榨汁工艺并不复杂 但因需求量大 老顾及其家人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候 新鲜榨出的自离汁是酒后的游客的最好礼物 每年咱卖果汁都买多少 好的时候一天可能整个一碗都还想保证买 一天就有一万多 一般的时候我们几千块 昨天生意上不好了 五六千 生意不好一天五六千的收入 对对对 但是是不是一年也只有就是自离丰收的时候 才有这么好的一天 大概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一个半月的时间 对对 那接下来是要干什么和我来 学习一下 我要跟他们代加工一点那个吃你 还要代加工 代加工是 自己种的自己加工 别人种的你也要代加工 对对对 挣钱我都做 太好了 老顾的赚钱秘诀不止于此 在另一个角落 我们看到埋头做国斧的阿姨 她是老顾的爱人 夫妻俩分工合作 老顾负责次离汁 阿姨就负责次离国斧 您这一天得做多少国斧 一天啊 做几点去吧 您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三十五啊四十啊 三十五到四十啊 好 好 顾大哥说了 说这个 你们家做他就是做这个国斧的手艺特别好 他说教过很多人 但是呢 大家还是喜欢吃你们家做的 他们做来都不一样 就是每家每户做的味道还是有差别的 还是有差别的 那差别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还不是他们都这样做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上去又回来 是吧 看到别人家尝了一圈之后 发现还是你们这儿做的味道好 又回来 说到自己的手艺 李大姐充满自豪 简单的次离加冰糖熬煮 李大姐总能做出独特的口感 这一天能出几锅呀 只能出三到四锅吧 三到四锅 嗯 熬一百鲜鲜鲜鲜 一百鲜鲜鲜鲜鲜鲜 那是来到三十多斤的 国府 按照三十五块钱吧 这也是三十千块钱的收入 也可以呀 那大哥跟我讲说 家里就是 像昨天一天 是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 那您是半逼江山的 是吧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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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山坡寨藏于深山,鲜为人知 寨子妹的人们生活并不富裕 而现在,随着深海观光源的建成 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秀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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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盐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多种模式,让荒山亮起来 让闲置老房及宅基地活起来 逐步形成产业加文化加生态加旅游的特色发展模式 咱们现在这个景区 我看它是建在寨子里的 老百姓就住在景区里面 因为我们自一个有特色的一个民族村寨 再加上我们的区位优势 就是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 有一种离城不离城的感觉 离城就是城市的城 不离城 因为离贵阳很近嘛 就好比还是在城市里面 寨子里的老百姓他们会参与分红吗 这个当然会的 因为我们是由我们大盐村不是成立的 那个股份经济合作事儿 目前我们的股民有决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能够的事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们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得到的 因为我们的心理 最后我们的心理 这两个心理 我们是最好的心理 我们是遇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妖 龙里多山 漫山遍野的山货 也为龙里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来源 每年六月至九月 晋山采蘑菇 便成了部分人致富增收的重要途径 今天 记者和当地农户小妖 一起晋山采蘑菇 小妖 你在哪儿 往这里走 我得跟好你 我忽然间觉得这山太大了 你把我整丢了 就往这上面走啊 这上面才有的 上面没有 上面才有啊 小妖本名罗凤 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家里人习惯称呼她小妖 每年晋山采蘑菇这件事 小妖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仅凭地形和地面植被 就能轻松判断 这里是否长蘑菇 我在里有一朵 你要不要来拍摄 要 还是小妖她面身好 在这儿哪有 我的天哪 这才是正经的好蘑菇是吧 这就是紫花镜啊 跟着小妖有蘑菇 谢谢 这才是好蘑菇 那我这个呢 也是紫花镜吧 你那个不是 那是什么 你那个 它们叫鸡蛋镜 鸡蛋镜 太老了 太老了 那个 好老 不要那个的 的确 摸着手感都不一样 人家这个是水嫩水嫩的 小妖告诉我们 野生蘑菇 一般喜欢生长在潮湿的松针下 或者潮湿的山坡背阴 低洼的草丛 灌木林中 雨后清晨 温度回升的天气 是最适宜野蘑菇生长的天气 只需几个小时 野蘑菇便从松针下 冒头长大 你踩到蘑菇没有 没有 你踩到多少了 没踩到多少 走 走了 回去了 没蘑菇 我们松针老师都听到了 你的话筒里传来 你踩蘑菇的声音 这两天虽然降水不少 但温度没有明显升高 山上的野蘑菇并不多 这对当地的孤农来说 可不是个好消息 他们需要付出 比平时更多的精力 进山两个小时 经验丰富的小妖 也只踩了半筐多蘑菇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呗 除了奶香菌 我现在在认识的 有没有 这个就是那个 他们叫的大海桃菌 这是茶树菇 茶树菇 不可能 茶树菇是稀稀的 那个头大大的 那是人光在这 这是衍生的 你看你这个 咋子跟这生个病似的 凤我毒的 哪有 我这次清澄菇 这样磕我在里边看 我一定以为啊 它是挖了霉的蘑菇 我绝对不会采 小妖采的蘑菇 让记者大开眼镜 但记者采的蘑菇 在小妖看来 却是不合格的 这是青虫啊 还有 青虫可以消下来 不影响食用 我还摘了一朵零食 你这个俩是灵芝 你还聋不采 这是灵芝 灵芝就是木质的 我拍过 真的不是 是啊 是啊 拜托你去我家 我拿磷子给你看一下 什么是磷子 你这个老门不采 我这你说的不是 我也找个专业的人 我看一下 在古角镇观音村 有一个野生菌 临时交易市场 从贵阳 龙里 甚至是外地牧名前来 购买野生菌的游客众多 在繁忙的市场中 有两个人显得格外醒悟 有两个人显得格外醒悟 他们是观音村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年龄大一些的叫杨玉芝 年轻的姑娘是她的徒弟 每年六月到九月 是观音村野生菌 大量上市的季节 六十多种美味 挑动着八方十克的味蕾 为规范交易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观音村专门成立志愿服务队 为前来购买品尝的顾客 做好野生菌识别技巧 实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等的科普宣传 小腰带记者找的专业人士 就是他们 你好 您看看我的菌子呗 可以 这个不能吃 为啥 这种不能吃 多好看 跟生日蛋糕一样白色的 这种我们这地方的人说 就是石灰镜 这个是石灰镜 整个市场他们都认识 这个他们不会采的 当地人可能是吃这个磨 好胃很腰酸 一定要鲜美的才可以 对 这个也是 哈哈哈哈 这个也是 还一人一年 我矿子里没剩几朵了 这朵也不要那个 他不是灵芝吗 不是 他不是 我拉我借一朵给你看一下 他不是 不是 小腰说去见一个灵芝 给我冲不冲 这才是灵芝 哈哈 那个才是灵芝 应该叫赤芝 杨玉芝今年六十岁 是这个野生菌市场的红人 市场上六十多种蘑菇 它都如数家珍 每次巡视 杨玉芝都会带一个小袋子 把不合规的野蘑菇 带走处理掉 那你们现在这个志愿者团队里有多少个人呢 有十来个吧 咱们这探队也不少呢 一百来个吧 每天你们巡视几圈啊 一天都在这里 不能离开的 不能离开 只要有新的珊瑚进来 就得过来再检查一下 对 其实工作量很大呀 也没关系啊 大家互相监督 观音村的野生菌市场已经开了几十年 从最开始三五个摊位 到如今上百个摊位 越来越多的客商前来抢先 为做大做强野生菌市场 每个人都自发成为志愿服务队中的一员 也许正因如此 观音村至今未曾发生使用野生菌中毒事件 拍摄过程中 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打乱了姑娘们原本的销售计划 他们收拾起摊位上的菌子 卖到当地常住的收购商手里 那你经常来这儿收菌子吗 我就住这里 我也可以吃 还可以卖啊 还可以发购买机器 他也是 他家就是大富 他家是我们这里的第一大富 那你这是大客户 你一来是不是每个摊位都会不会开心啊 是啊 我看我们家我们家发货的学生 我听说你们这个在当地有人靠模糊一年能挣一百万两百万 应该指的是你吧 大富 我自己来说 小杨 他弟弟 哦 是他弟弟 是他弟弟 对 他弟弟 野生郡带来的益处远不止于此 近几年随着观音村野生郡市场声名雀起 游客越来越多 观音村积极探索农业加文化加旅游的新路 推动本地特色与旅游相结合 将野生郡与农家乐聚拢在一起 走出观音村自己的特色 罗芬经营的农家乐在当地小有名气 不仅是因为他做菜的手艺好 更是因为他不断推陈初心 让游客每次都能尝到不同口味的郡子 今天我准备了三道菜 尤其是我们这个黄丝郡 我今天是新做了一道菜 让你们大家品尝一下 给我建议看哪道菜做得最好吃 来 你们都尝一下 菜品出锅后 罗芬会组织邻居一起评鉴 尽全力给游客最好的味觉体验 吃些相当的不错 我最喜欢今天尝心爱了 我觉得它颜色挺有点好看 看见很 尝到很有思维感 然后吃下去 口感也很好 我们到达的时候 罗芬的新菜品鉴会恰好结束 送走最后一位食客 罗芬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农家乐 您这农家乐规模不小啊 有时候周末啊 还有放树架的都是满来 都是满座 一双满座 你看这高兴呢 您这一年收入能有多少啊 生意好的时候买可能就在将近百八万嘛 生意不好买可能就七八十万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写修建设一层楼嘛 找到钱以后呢 我们就把楼房慢慢的修起来 从二楼三楼 然后还把它搞得相当的不错嘛 以后准备盖到几层 以后也不盖了 找到钱就准备出去旅游啊 出去玩啊 享受生活啊 毕竟多年发展 以生菌已经成为观音村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 每年销售额约达三千万元 一朵朵小菌菇 撑起了三百余户群众的致富伞 卧野应出新 人宝助振兴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 独家冠名播出 贵州多山 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尺平 这仿佛就是很多人 对于贵州固有的印象 在龙里县的翠维村 当地的村民呢 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铺平了土地 通过打造高标准的农田 发展盗鱼供养 盗蛙供养等产业 现如今他们已经走出了一条 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哎 哎 有鱼 这里 啊 跑了 啊 有鱼 这是发生在龙里县翠维村山木寨的一幕 水稻即将成熟 盗农们需要提前将田里养的鱼捉出 这是当地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 你想跑的吗 梁承秀是龙里县湾滩河镇翠维村村民 今天趁着孩子们休息 带上他们一起来稻田抓鱼 梁大姐 哎 今儿干嘛这么多人这么热闹 捉鱼啊 捉鱼呢 小朋友 哦 拿着鱼网捉鱼 是的 是的 今天我们放水呢 一家人来里面捉鱼啊 这就是咱们倒田鱼是吗 是的 好热闹 我也想今天捉鱼 给你放上一道捉鱼的鱼 行 换个衣服 我也去啊 翠维村位于湾滩河镇东南部 拥有万亩大坝 是羊场大米的核心产区 近年来 湾滩河镇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积极探索稻家生态重养之模式 引导农民在稻田里养鱼 发展立体农业 一田双收 一水两用 快嘞 你下水了 下水了 水深不深 不深 还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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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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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斤一两 十八斤一两 算十八 您是哪儿的人 市场的 市场拉点吗 市场成都 市场成都 成都的 要拉到成都去卖呀 没有 就在隆军堆 你卖了多少年了 六七年了 六七年 这专门收鱼是吗 收鱼 鱼苗 这个鱼苗也是我卖给他们的 每年你卖鱼苗能买多少钱吧 快个二百来万吧 百来万 还有鱼吗 还有 这是你十通了 十六点三 总共有多少 现在老板 算一下 七十六点八 这个数字多少 一二二 八点八 好 你也发 我也发 翠维村的稻田鱼因其肉质细嫩 口味鲜美 深受食客喜爱 每年稻田鱼上市前 各个收购商就开始了抢鱼大战 梁承秀家的稻田鱼早早就预定了出去 除了收购商 他还为附近的农家乐 提供新鲜的稻田鱼 今天又有一批游客要来湾滩河镇吃鱼 农家乐老板王欣早早和梁承秀打好招呼 提前预定三十斤新鲜的稻田鱼 下午四点半游客到达 安静的农家小院瞬间热闹起来 葦槐 不相信 去江湖四稻田鱼 跟制山鱼 守身战鱼 gor大adomo 教xico 庆土问华 amientos 我们这几十年 串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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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养身 歌养心 一首首充满香情的不一八音 唱出了群众的心声 唱响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这里是龙里县龙山镇水苔村 村子位于深山 鲜为人知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子 因为一种水草走上了致富路 阿姨 你好啊 您知道那王光祥在哪儿吗 来来来 等等 瞧 听不懂啊 大姨 你好 王光祥在哪儿知道吗 王光祥是水苔村一位普通村民 但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王光祥 你叫王光祥啊 就是你啊 你好 你好 半天那边的阿姨们 你好 你好听不懂我说话 你好 你好 他们还不是都说苗语 他们都说苗语 讲苗族的语言是吧 所以听不懂 但是有一个大姐 好像听得懂我说话 指了一下这个方向 我们说这个跟他们交流很多嘛 我听说你们当地 这个海花草 海花草 花在哪儿是紫色的吗 就是田里面绿色的这些嘛 它那个草头很像花 所以叫海花草 学名 学名也是叫水苔 哦 是水苔 海花草又名水苔 是属于泥探险科的小型绿色植物 在我国大部分的山地中均有生长 就是这样一种几乎随处可见的野草 在水苔村却被大面积的人工种植 村民为什么会对这种植物如此偏爱呢 采上来以后这个根部它就完全断在这个田里面 它又自动从田里面长出来 它比农作物好的一样就是用不着每一年都拨种 就是拨一回种子可以长很多年 这一棺保守估计到四十多斤五十斤左右 这阿姨这娇小的身躯 爆发如此大的能量 老人家的电扛着就可以下山了 马上就抬到马路边 我们有专门赛的产地 抬到那里去赛了 那像这阿姨他们家种了多少 也是种了有二三十亩 我们现在上面这每家每家每户都有 一家基本上都保持在十多亩二十多亩左右 咱们一亩地可以出多少量呢 现在的话是两年才回到能够出到一千多斤左右 干货 干货 一千多斤 你刚才说是十块钱 十多块钱一斤 十六七块 咱就按照十六块钱一斤 我们的一万六七了 这样的一个销售 这是保守估计嘛 这是保守估计 因为它每年的行情是不一样的 一斤干草十六七元 这株不起眼的小草究竟有什么本事 凭什么能卖这么高的价钱 王光祥买了个棺子 带我们去做个实验 好 两个水杯 对 这是半杯的海花草 这是半杯的自来水 接下来我们做实验了 它慢慢慢慢地 这个水就完全渗透到草里面去了 草就把那个水吸了 盘肉眼可见 水位现在下降 它慢慢地 这个草慢慢膨胀 这样就把这个水吸到草里面去了 所以它吸水性强 水分就是在它的这个纤维内部 存储着 对 它如果是一般泥土的话 它三天或者两天交汁水 用海花草的话 基本上能达到二十天 十五天左右 很适合懒人呢 对 王光祥告诉我们 海花草吸水性极强 吸水量相当于自身重量的十五至二十倍 广泛用于各种花卉的栽培 此外 海花草可以在水中制造氧气 帮助水培植物根系发育 海花草提取物 可用于医药和食品保鲜 可制作急救包 及代替药棉 具有消毒杀菌等功能 水台村的海花草 因为产量高 质量好 一直是收购商的最爱 我们偶遇另一位收购商 他告诉我们 收购水台村的海花草 如今是要靠抢的 这个因为现在 这个时候的人太多了 因为我们 包括我们城里面 城里面 城里有个集体经济活动 他就在烧 我也在烧 还有另外两家也在烧 这个竞争非常最重要 对于水台村村民来说 海花草给他们的收入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对于王光祥来说 水台村的海花草与他 更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你是大学刚毕业 两年 两年 就是从咱们债子走出去的大学生 对 但是你现在说到海花草 我觉得是特别专业的 我们可能种的有 从十年前开始 就开始种植了嘛 相当于你读大学的这学费 都是父母靠着咱们给他发的 对对对 对对 我们这一批的话就是特别好 我们刚好都遇上这个海花草 我的学费生活费基本都是 都是朝阳起来的 朝阳起来 所以大学毕业之后 你没有选择留在城市里 对对对 因为也确实要有一批年轻人 来把这个草经营起来 种起来 一棵不起眼的小草 不仅鼓了村民腰包 更是改善和修复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现在水台村八成农户 都种植了海花草 海花草已成当地支柱产业 每年为村民带来数百万元收入 昔日野草成了村民致富宝 给当地群众又打开一扇致富之门 曾经的龙里山高临密 沟壑纵横 重重大山像一道道屏障 阻碍着龙里发展 为所小地区发展差距 龙里县政府统一协调 让大山深处的人们 逐渐走出大山 开始了城市里的新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展开一乐石球 追到了成狗 一只一切小传统 穿了不斩酒 花魂舞 跳舞雷 更有艺术有品味 请三个长乡好日子 幸福再加倍 新的新的老地方 才也发展 七个赏 如今再唱 桃花红 桃花太烦 幸福上来 桃花红桃 龙梦总拉过 桃桃桃的好日子 要拉错几错 做桃提一提 家乡的赤利 如今天才一样高 求得一样一 高的台队海花草 整点马上跑 最明亮用作用大 魂心都是宝 路由油的玩豆店 特别的新鲜 越刚熬的高档菜 就装在山里边 那地方新青年 参与一大片 新自带的新农村 等你来发现 国生长点花 长钱和出山 长钱山秀水第二年 幸福下云端 国生长点安 幸福有两方 如今赶上新时代 书写大文章 对 如今赶上好时代 书写大文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